他曾因不受老大待见 为了寻求出路 有意接近其他社团的大佬 老大听说他有投靠他人的想法 立马把他抓回社团实施加法 他凭借过人的商业头脑 一路打拼下来 终于飞黄腾达 回到社团后成为大金主 社团也因为他开启了 长达多年的内斗厮杀 他就是水防 陈志强 江湖人称百花蛇 陈志强于1950年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 他从小对学习就不感兴趣 反倒是热衷习武 父母无奈 便把他送到了附近的拳馆学圈 而日后14K的慈云山13太保之手 陈慎之也在这家拳馆学圈 与陈志强算起来还是师兄弟呢 那年头 处于动荡时期 很多人都会在拳馆里学个一招办事 这样才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更好的防身能力 也因此香港的拳馆有很多 教的拳法也是五花八门 陈志强所在的拳馆里 师父教的是白眉拳 那时候白眉拳可以说是主流的拳法 像大明星成龙便是学习白眉拳的 相传14K第一代龙头葛兆皇也是白眉拳的传人 如果按辈分来说 成龙算是葛兆皇的失职了 陈志强与70年代初加入河安乐社团 也就是江湖人嘴里的水房 而陈志强的老大便是水房里的传奇人物 神仙井 早年水房在白眉书生胡贵的带领下崛起 但是因为社团后继无人 已经沦为了二三流的小社团 后来智勇双全的神仙井带着社团 游走在河胜河 新一安 14K等大社团之间 一步步地壮大 神仙井尚未成为社团作馆后 拿下香港最大的麻将馆的看场权 有了这项稳定的收入 从此社团业务蒸蒸日上 陈志强虽然从小细舞 但武艺对他来说 仅仅是用来强身健体 他更擅长的 还是用头脑来办事 那时候黑道成员 大多都与拳脚见长 好似打人很威风似的 不少人出来混 也就是为了这股威风劲 但陈志强却不这么想 他清楚地认识到 出来混 为的是求财呀 那时候的新一安 在向华言这个二代龙头的努力下 已经隐隐有成为 香港第一黑帮势力的趋势 这也就意味着 多与新一安的人接触 就有更多生意可以做 陈志强认准方向 没少对新一安的人示好 在打入新一安之后 又认识了新一安的核心骨干 大总管林景 还常给林景当跟班 林景在新一安社团里的地位 可不一般啊 江湖常说 相家天下 林家大 这句里的相家 指的便是新一安的龙头家族 也就是向华强的家族 而林家指的便是林景 林盛 林江这三兄弟了 早年新一安的创始人向前被当局驱逐出境 便是林氏三兄弟强力地维护着向华言这个二代龙头 向华言的位置才能坐得安稳 陈志强就是知道林景在新一安里的地位较高 所以才刻意地接近他 但是他的举动换来了老大神仙景的不满 因为陈志强的所作所为 使得江湖有传言 说他有想转会到新一安的意图 在现在看来 跟别的老大混 这些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是在以前 招勤募处这可是江湖大计 早年社团之间有很多的门户之间 转会这种事在江湖人看来 无疑是一种背叛 一旦被抓住 轻则家伐处置 重则赶出社团 神仙景这个老大哥 本来对陈志强是很赞赏的 觉得他的点子比别人多 脑子也很机灵 并且为了培养他 神仙景还把手头的一些赌档交给陈志强 陈志强也没让神仙景失望 他把神仙景交代的事情都做得很好 不过陈志强作为老大的心腹 如今却与新一安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本来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 神仙景也就没怎么在意 只是当神仙景听说 陈志强准备转会的时候 他的心里就开始对陈志强有了几分看法 经过一阵观察 陈志强也确实如江湖传言般 与新一安人马关系的亲近程度 甚至都不亚于水房人马 神仙景是传统的江湖人 陈志强有转会的嫌疑 对他来说便是最大的忌讳 于是陈志强被人抓到神仙景面前质问 一般情况下 只要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这事也就算了 但陈志强是个有主见的人 他觉得要赚钱 就必须和别的社团联手 反而止丧骂怀的说 神仙景成天只懂得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不懂得扩张 原本就怒火中烧的陈志强 听完陈志强的虎狼之词后 更是恼羞成怒 一声令下 陈志强被执法队的人抓到后堂 执行起了家法 但陈志强纵使吃尽了苦头 也不服软 听着门声的惨叫 神仙景还是顾及了师徒的情分 让人停手后 带着陈志强下去疗伤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陈志强因神仙景的手下留情 没有被逐出师门 但他继续留在社团 却只能让人瞧不起 当伤情痊愈后 不甘心的陈志强 独自来到澳门谋求出路 这一次 他一定要出人头地才回香港 说起来 澳门可谓是陈志强的福地 陈志强到了澳门 凭借自己石脑达人的天赋 可谓是一帆风顺 显示在外围装混的是风生水起 后来又靠着关系 有了自己的贵宾厅 凭借赌厅大发奇才 荣华富贵之后 他又回到香港 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地方 凭借社团的关系 成了开发商 建立了一栋栋大楼 发家致富 就这样啊 陈志强一跃成为 港澳两地的巨富 在2003年 陈志强又开始做起了慈善 引进圣约翰爵士团的基金会 由于此举对社会贡献巨大 他被授予了爵士的头衔 这让他在社会上 有极高的地位 有了钱 有了地位 风生水起的陈志强 就开启了他的投资之路 2006年 陈志强涉足丧葬行业 丧葬行业很多人都避之不及 但这门生意的利润却很高 特别是骨灰看这一项 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囤货 这东西只有在紧急的时候才会买 因此这东西的利润很高 当年盛和校长双英卿 便是靠着卖骨灰看 赚得是盆满钵满 不过论大手笔 双英卿跟陈志强却是小物件大物 陈志强一出手 就包下了价值十个亿的骨灰看 2007年 和盛和的刀文龙下海做赌船生意 陈志强大手一挥 刀文龙开启了赌船大亨之路 此外 陈志强还与影视圈有着渊源 当年家有喜事2009拍摄时所在的豪宅 就是陈志强在大铺的家 并且陈志强还在里面客串了厨子 虽然仅有两秒钟的尽头 2011年 陈志强收购了横香丙家半数以上的股份 2016年 他更是撤资8300多万 收购了奎冲保兴广场的商铺 靠着各种赚钱的手段 陈志强一路高歌猛进 不仅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还成了水房的大金主 此时的神仙井早已退出江湖 当年他要归隐之时 把座馆的位置传给了得意门生高老发 高老发与神仙井一样 是传统的江湖猛人 他与陈志强虽然都是神仙井的手底下人 但两人却有些恩怨 高老发为人专横 尽管卸任了座馆一职 也一直是捧着自己的门生上位 把持着社团的资源 并且他一直都没有为社团扩张业务 一直都守着神仙井留下的产业 吃着老本 社团里的不少大佬没得发展 对高老发自然是不满 于是连起手来对高老发对着干 最终水房在江湖人口中 变成了南北水房 并称高老发一方为传统派 以夜仔为首的一方为少壮派 夜仔作为年轻人 敢于高老发叫板 自然是有底气的 夜仔是从老鬼权 老鬼权早就看不惯高老发霸道的作风 但自身实力不足 无法与之抗衡 为了给门生多一些发展的空间 就安排夜仔到澳门发展 夜仔到了澳门 陈志强对他很是关照 因此夜仔在澳门顺风顺水 不少水房马仔都纷纷从香港来到澳门 跟着夜仔混 夜仔带着大家吃香的喝辣的 手底下的人是越来越多 再加上有陈志强这个强力的金主在 自然就有了与高老发分庭抗礼的势力 也就是说呀 陈志强是少壮派的大金主 而不是整个水房的大金主 在陈志强的赞助下 夜仔率先对高老发发起了进攻 而高老发也毫不退让 两人针尖对麦芒 一场持续了三年之久的社团内讧 就此展开 至于陈志强本人 却是翘起嘲弄的嘴角 在暗中观察着这一幕 水房车神盲亨 曾经是陈志强的门生 不过他并没有把陈志强放在眼里 相反他很看不起陈志强 在公开场合说话也毫不避讳地嘲讽他 原来啊 芒亨经常到澳门赛车 也因为是到澳门 所以才搭上陈志强这条线 但芒亨喜欢飘移寻求刺激 经常开快车被捕 但是就在他被捕的期间 陈志强就把他的手底下人 一个个给挖走了 特别是芒亨的得意门生轻补粮 这让芒亨难以释怀 刚出狱的芒亨知道此事后 就看清了陈志强这个人 于是师徒关系彻底的决裂 在芒亨的眼里 陈志强就是一个专门使殷招的卑鄙之徒 或许这就是陈志强被人称之为百花蛇的原因 不过呀 江湖上多的是鸣枪和暗箭 又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呢 水芳持续三年的内斗 一直持续到退休已久的神仙井出面插手 双方才暂时罢手 毕竟神仙井是社团的精神领袖 这点面子还是得给他的 而高老发在这场内斗中吃了大亏 反观得到陈志强支持的业仔占据了优势 陈志强之所以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靠的就是他的社交技巧 他经常和一些有头有脸的江湖人一起喝酒品茶 逢年过绝都不缺礼数 就连新一安大总管林景的葬礼 他也是亲自到场帮忙 2002年 尖沙嘴百乐门饭店 陈志强连续举办了四场宴席 有的宴席是自己想白酒请人 有的宴席是因为别人生日了 他帮忙白酒请人 其中一场就是为了分解贺寿 分解是14K石霞伟画世人大眼的老婆 在江湖上也是颇有地位 当天江湖各路猛人皆到场贺寿 除了水房的夜仔 14K的搞世雄和盛河的超级元老鸡脚黑 也都到场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